以前有環境主櫃三個微信感染疫苗的大人 感受你的控制恐怖 其實它也是有保護的 大家好,我是劉育志醫師 歡迎謝明月醫師來到照護線上 大家好,我是謝明月醫師 請問台灣的女兒 會在當時煮微信感染疫苗 不然台灣女兒從民國74年開始 會在出席的時候煮第一種疫苗 再經過一個月會再煮第二種疫苗 和第一種讓六個月會煮第三種疫苗 所以不然完全的疫苗是煮三種 請問在對一種情緒 女兒應該要煮微信感染免疫酬蛋白 在在20191919年以前 女兒煮小免疫酬蛋白是要媽媽有微信感染的代源 而且她是醫抗原陽性的情形 這樣她的女兒就要煮一個微信感染的免疫酬蛋白 就是免疫酬蛋白 當親控1919年以後 我們的國家有做一個條件 只要媽媽是微信感染的代源 HBSAG是陽性的 這樣她生下來的孩子就要煮一個免疫酬蛋白 這煮的時間是在她出生後 24小時以來要完成 請問大人有需要給煮微信感染疫苗嗎 我剛才說大人並沒有說一定要建議要去煮微信感染的疫苗 近前有已經完成煮過三個微信感染疫苗的大人 我剛才說你的空體驗亡 其實它也是還有保護力 目前我們沒有全民建議大人要去煮微信感染疫苗 不過我剛才說你是多重性伴侶 或是說在可能不好免疫不全 有換過器官的人 或是說有住在的安養機構 這樣我們就要建議要去煮微信感染疫苗 阿卡斯多人要再煮微信感染疫苗 這樣要怎麼做 目前的建議是先煮一個 再過一個月的時候 我們會去煮微信感染的空體 阿卡斯說微信感染的空體 有超過10個單位以上 這樣就不需要再煮 阿卡斯說微信感染的空體 是在10個單位以下 這樣我們就要照環境的疫苗來煮 在第1個月的時候煮第2個 在第6個月的時候煮第3個 之後再進行微信感染的空體 之前有一個媽媽在她有新的過程中就得到 微信感染突然帶起來 甚至沒有爆性感染 雖然我們已經全部都有做了 甚至包括洗衣服都都做了 這個媽媽也是不幸沒有度過這個危險 她和小孩後來都死了 這是給我印象最親的 我們媽媽也是很重要的 媽媽和阿卡斯說有微信感染 也應該要來治療 目前政府也有微信感染代員的媽媽 阿卡斯說她的病毒量非常高 我們是可以做這個病毒的治療 在這裡跟阿卡斯是微信感染代員的媽媽說 在你的有新的過程中 和你的虎三科醫生做配合 有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就快來治療微信感染 來疲勞媽媽和小孩的方向 感謝謝醫師來到照護線上 我們後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